小姐 我们进入康王府了 再行一段就到黎原 这百事宴一年一度 博得投筹者 可成就才女之名 名圣月成 今年在康王府黎原举办 您更是有幸受邀 丫鬟欢喜到 姬吾心不在焉地恩了一声 继续沉浸在自己 还未平复的震惊里 就在半天前她穿梳了 穿进一本叫 暴君之恋的小说里 姬吾是一位心理医生 前阵子 她接受了一个 拥有双重人格的病人 治疗过程十分棘手 跟闺蜜倒苦水时 闺蜜就将暴君之恋 这本小说推荐给她 因为这本小说的男主角 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拥有五种人格 几乎顿时来了兴趣 书里的男主角薛云西辰 是一个阴质残酷冷血的皇帝 他曾有一个白月光宠妃 一波虐恋之后 白月光跳下城墙自尽 暴君杀疯了 这时候女主角出场 进入暴君的世界 虽然她还没有来得及 看到大结局 但是作者跟读者保证过 男女主一番虐恋情深之后 结局 而她穿成了暴君的 那个短命初恋 白月光宠妃 姬吾 风飞的圣旨于 昨日传达姬服 原主恐惧暴君的残暴 悬梁自尽 之后姬吾传来 还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原主姬吾 不仅跟她名字长相一样 就连原主的父母 也跟她三年前 因意外离世的父母 一模一样 想起半天前 自己还紧紧地抱住父母 狂哭过一顿 姬吾心里实曾感慨 莫名穿梳 还穿成将会惨死的女配 特别心塞 但是凭此离奇经历 竟能与离世的父母重聚 她又颇感欣慰 逃皇帝的婚 乃是灭九族的死罪 不能逃婚 那就只能炸死 这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但是炸死之前 还有一事 需十分注意 书里的剧情 暴君想取姬吾 其因是国师 算出姬家女子 可娼国运 只为利用 然而之后 她为什么会疯狂地 爱上姬吾呢 这就要怪一场 该死的百诗艳 姬吾进宫之前 暴君在康王府的 百诗艳上邂逅了她 自此开始了 偏执变态的爱 百诗艳 姬吾疏然回神 瞪大眼睛 看向一旁的丫鬟 亲亲你刚才说 我们这是去参加百诗艳 对啊 小姐 您今儿怎么魂不守舍的 停车 停车 姬吾大喊 马夫听她语气胶着 连忙欲住马匹 马车方顿 姬吾就已经跳了下去 拔腿就跑 哎 小姐 您要去哪 你们且先过去 您这是怎么了 人有三级 除了拉撒之 及江湖救急 就是保狗命最急 去踢地的白月光 我妈不让我跟神经病玩 被暴君看上 就真的跑不掉了 拒绝炮灰女配 命运的第一要诀 就是将聂元掐灭在摇篮里 邂逅是不可能邂逅的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几乎麻溜的 绕到后边的围墙 寻一个好翻墙的位置 使出当年 她追着隔壁家的狗蛋打 学会的爬墙神功 顺利地翻上墙头 什么人 康王府的侍卫发现了她 站在墙头的姬无一哆嗦 双脚打了滑 整个人猛地往墙外扑下去 她心里礼貌地问候 对方的列祖列宗 咬牙闭上眼睛 等待疼痛地到来 咦 不疼 太神奇了 我摔下墙 竟然一点都不疼 你当然不疼 一道冷沉的声音 咬牙切齿地 从她身下传来 因为你是压在老子的身上 姬无睁开眼睛 看到被她五体头地 压着的男人 大哥你谁啊 起开 男人将她从身上掀开 对不起对不起 但是多谢你当了我的肉店 太感谢你了 姬无爬起来 此时肉店恩人也已经起来 她笑着抬眸看向她 目之所及 她无法向金大师用 她形象轻驱风姿 卷爽 萧淑轩 举湛然若神 描述她 也无法向古大师 用她双眉浓而长 充满粗犷的男性魅力 嘴角上翘 看来有些冷酷 但她一笑起来 就像是温暖的春风 吹过了大地 形容她 她只能用她仅有的文采 一声惊叹 卧槽 真你马帅 黄金比例的国魔身材 俊美绝伦的脸蛋 这简直就是一行走的荷尔蒙体 龙傲天看着眼前鹅蛋脸 杏人眼 纯红齿白的小丫头 浓眉青醋 终是好奇 你马帅 是何 姬无文言心里遗乐 你丈母娘呗 暴君之恋的作者和读者 对称呼曾有过一次争议 简而言之 这本书里 只有岳母的称呼 根本没有丈母娘一说 果然男人又问道 丈母娘是何人 嘴强王者 姬医生 方淑敏 是 一道冷剑刺破长风 朝着他们急驰而来 小心 他迅速将它扯开 紧接着便迎来一波剑语 快跑 姬无拽过男人的手 闪身到一旁的拐道 他们拔腿狂奔 一批蒙面黑衣人 持剑在身后 紧追不舍 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有杀手 姬无也顾不上为什么 会突然和陌生美男 变成了手拉手的好朋友 他只想知道 这些人是不是来杀你的 男人摇头 不知道 那是来杀我的 男人看他一眼 忍不住好笑 这得问你自己 姬无闻言 心里慌得一批 难道原主的表姐朱眉眉 派人追杀姬无的 那个剧情提前了 作者写集的男主 除了主人格轩缘吸尘 其他人格就用第二人格 第三人格这样称呼 朱眉眉 曾有恩于暴君的第四人格 原文里 第四人格告诉朱眉眉 暴君不仅想要立姬无为妃 还可能会封他为后 朱眉眉身为丞相嫡女 自小立志当皇后 岂能让人杰族先登 所以他就派人刺杀姬无 但这个剧情 是发生在百事宴的几天之后 原剧情里暴君救了受伤的姬无 如今不但刺杀剧情提前 他还逃离了百事宴 哪怕暴君路过 暴君也不认识他 完了完了 我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这是一本架空小说 作者键盘一掏 脑洞一开 全程靠边 血迹的杀手 动则就是可飞檐走壁 一件疯猴的武功高手 而他只是一个 穿梳的手无腹肌之力 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心理医生 我们怎么跑到这里了 姬无抬眸 看着高约四五米的一堵墙 有些猛 你偏要拉着我往这边跑 男人转头看一眼 他们快追来了 姬无看他一眼说道 假如他们是来追杀你的 那我可以逃过一劫吗 天真 男人冷吃一声 他们只会认为我们是一伙的 不介意顺手送你一程 男人靠向墙弯下腰 快爬到我背上 我托你上墙 啊 你不会武功 说李高手千千万 他怎么就偏偏遇到一个 不会武功的废柴 没时间了 姬无闻言 行动陷于大脑 迅速地往前一跳 爬到男人的背上 他往他的俏皮上用力托举 生死关头摸屁屁什么的 算了 别在意了 他动作极快地攀越上墙头 爬墙头正打算伸手拉队友时 发现他脚尖一点 轻松飞过墙头 跳下来 男人站在外头的墙下 朝着他伸出两手 我接住你 姬无吞了吞口水 我怕你接不住 相信我 我们只是陌生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会武功也没告诉我啊 龙傲天盯着小星 意义满脸犹豫的小丫头 忍不住笑道 小丫头 你压过我的身 牵过我的手 还说跟我是陌生人 大哥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站住 杀手追来了 横竖一死 不如姓队友 姬无纵身一跳 男人的双手牢固地接住他 脚下稳如泰山 没让他失望 这一瞬他的脑海里 乍现书中的一段剧情 在男人的怀里 姬无觉得自己仿佛 已经从地狱回到了一个温暖光明的港湾 书中 作者只以暴君的回忆形式 来写白月光宠妃 有些事情写得不清不楚 但是身为读者 他觉得原主也曾对暴君动过情 可是 他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个片段 原文里暴君是天下第一美男 姬无抬眸 看着眼前身姿修挺 面如关玉的美男 他该不会这么倒霉 还是落入了金分男主的魔掌里吧 恩 恩人 他紧张地问道 请问您贵姓 上帝保佑阿弥陀佛 千万不要是父亲轩缘 男人将他放下弹道 龙 姬无脚沾地 玄起的心也跟着落地 姓龙 好 好姓啊 龙傲天眯了眯眼睛看他 知道 走吧 他们跑到闹市上 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反而更好藏你 那里有马车 姬无指道 男人拉着他跑过去 手落在他的腰上 轻托他一把 上马车 姬无二话不说连忙爬上去 驾 哎马车 马车 我的马车 啊 抢劫啊 马车狂奔 姬无已经看不到杀手 心里缓了一口气 掀起马车连 我们这是在哪里 不知道 我许久没出门了 怎么你们古代也心宅男 姬无嘀咕着 舒然想到一个问题 不对啊 既然你会武功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带着我 一起飞过墙头 他站在那么高的墙上 很心慌的好吗 有点胖 他转过头瞥他一眼 抱不动 姬无翘脸一沉 你才胖 你全家都胖 他这身体方满十六 一米六的身高 九十斤真的不算胖 他只是该挺的挺该翘的翘 朱元玉润性感风雨 搭一声 一只飞剑深深的刺入一旁的马车木门轴 几个黑衣人在前方迎来 一边飞奔一边拉满弓射箭 啊 左转 快转 姬无大喊 快跑 另一剑从马车的窗口射来 从他的身后穿过 惊得他 即被一江冷汗直冒 来了来了 他们又追来了 姬无先骑马车帘子一看 十几个骑马追击的人 我怎么觉得换人了 这不是刚才追我们的那批人 怎么说 刚才追我们的是黑布蒙面的黑衣人 现在是戴着鬼面面具的黑衣人 而且现在这批人是骑马追我们的 这是招谁惹谁了 别人穿梳日子过成了诗 他穿梳日子过成了武打骗 别担心 坐稳了 龙澳天狂拍马屁 驾 这车速有点快 飘了 姬无俘手坐稳 无暇去看外头了 只知道马车跑了许久许久 天色以目 马突然一声惊叫 马车一阵强烈的颠簸之后 被马猛然撂开 车轮偏离原路 一个激烈翻 转朝着山壁翻滚过去 砰 啊 马和马车都滚入了山崖 在马腿上 两根短弩深深地刺入他的血肉里 砰 砰砰 马车滚落 重重撞击着凹凸不平的山壁 几乎万万没有想到 在古代也能发生交通事故 一阵天旋地转 他从马车里弹飞出去 有人用力地拉住他的手臂 另一手牢牢搂在他的腰上 男人的声音静在耳畔 报警 几乎如同一个即将沉溺的人 用尽全力抱住他这根浮沫 滑落撞击 几乎紧闭双眼 不敢往下看 被男人牢牢地护着 每一次撞击 他都做了他的肉垫 但还是被震得五脏六腑都快爆出来 身上的伤口一道又增一道 最后的意识 是他们急速地砸进水里 脸疼头疼浑身 都有一种瞬间暴体的剧痛 几乎没有想到自己 想要改变剧情的后果 竟是从跳成墙变成跳山崖 死得更惨更快 这见了鬼的邪恶剧情 然而也不知道是他没死透 还是没活够 失去意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感觉浑身湿漉漉的 有些冷 还有一道不断反复响起的声音 您的空间开启钟 您的空间开启钟 你复读鸡吗 几乎被吵得不行 挣扎着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趴在水岸边 那道声音继续响起 您的空间开启钟 几乎愕然发现 这声音竟是来自自己的脑海 心下一惊 什么玩意儿 紧接着静默了 怪我看的小说太少 跟不上那些大大门的脑洞 几乎抬眸 晨曦耀眼 这最起码是过去一夜了 咕噜噜 肚子畅想空城记 难怪我觉得那么呃 他环视四周 入木荒草遍野 还有几步外 躺着一动不动的男人 几乎醋眉 慢慢地朝着他爬过去 看着遍体鳞伤的男人 他觉得这应该是死透了 白瞎了这么帅的一张脸 却是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说的炮灰 他摇头轻叹 他也算是他的恩人了 他不会让他暴湿荒野风吹日晒的 他起身去拔来一些草 将草铺开 从头到脚地将草盖到他的身上 男人的手一动 爱马没死啊 姬吾被吓一跳 连忙掀开盖住他俊脸的草 可是他又没伤了 姬吾查看一番 发现他不仅没死 身上还竟无一处致命伤 他抬头看着高得望不到顶的山崖 一脸不可思议 这也太玄了吧 从这么高的地方 一路又砸又摔下来 竟然都只是皮外伤 他是炮灰女配 可能剧情需要还不允许他死 但是他区区一个工具人 凭什么没死呢 他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很神奇 就连他戴在腰间的一只碧绿的玉箫 经过这一路磕磕碰碰 竟然也是完好的不留痕迹 妈呀 这要是带回我那个事件 得是什么级别的古董啊 他伸出手摸了一下那只玉箫 系统为主人使用空间奖励中 脑海里的那道声音又响起了 慕有感情 且分不出性别的电音 奖励 开启成功了吗 姬吾忍不住吐槽 你这开机的速度有点慢 一看就是不认识人家修手机的小哥哥 不然早给他修好了 突然姬吾觉得浑身暖和起来 而他身上受伤的地方逐渐的不疼了 他连忙挽起衣裳 原本有伤的地方 竟然都已经愈合 肌肤光滑如初 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就差没将他划破了的衣裳 也一并给不好了 牛批6666 姬吾瞪大双眼 突发奇想 照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改变不了原主的悲催结局 跳下成墙砸成肉饼 也还能瞬间愈合吧 那他起步就成了刀枪 不入百毒不清的女妖 惊 那我就不会死了吗 别说跳成墙 就算狗皇帝砍我脑袋我也不怕了 他砍了我又长回去 砍了我又长回去 我这得把他吓疯了吧 太好了 等我回去我就光明正大的聚婚 天下抗指第一人 姬大佬 姬吾得意的插腰仰头大笑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沙雕 主人 淡定 请淡定 这个沙雕新主人自行脑补的疯了吧 这只是空间送给空间主人的一份见面礼 仅此一份 仅此一份 系统连忙强调 姬吾僵了 什么意思 空间开启之后 根据主人的当前急需 赠送的一份见面礼 独一份 并且要当即使用 所以系统已经为您使用完毕 你是系统 单来说 世上会存在多个平行世界 一个平行世界的人会因一些机缘 意外进入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那就是异世界者 当异世界者出现的时候 异世界的管理者 就会给他们配发一个空间 作为他们来到异世界生存的补偿 而他们就是这个空间的主人 系统也是为空间主人服务的 这个空间以前有过其他主人吗 有 那你服务过很多空间主人 是 这个空间有什么作用 当你完成一定任务 就可以得到一些奖励 具体的 你可以随时进入空间查看 这个空间会跟随我多久 直到你去世 好 回答得好啊 基吴进入空间 发现这是一个跟医学有关系的空间 因为在商城里 他发现已经很多已经出现 却还不能被他使用的药物和仪器等 他唯一能点动的 只有一个新人礼包 怎么搞得跟QQ空间似的 他点击确认 礼包里有一瓶商药 一用纱布小刀剪子 棉签火折子 那瓶商药竟然还是上一任空间主人 一个医术极高的神医研制出来的 基吴退出空间 发现东西已经在他的怀里 做梦都没有这么神奇的 他将靠岸的一大片草拔掉扑到一旁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男人拖到草堆上 将男人扒得只剩下一条小裤衩 他身上一共三十多处外伤 都没有太严重 但是脑袋上肿了个包 那瓶药量挺多 上过药还剩一大半 这一折腾就到了午后 鸡无恶的手脚发颤 将一些干净的草盖到男人的身上 转身就去寻吃的 他运气还不错 看到了小时候在村里见过的乌肚子 食指出秋 乌肚子暗子果中多子 但是味道甜美 果子累累 挑一颗就够他吃撑了 旁边还有好几颗 他吃饱之后去四周查看 有一条深河水流湍急 就是他们掉下来的那条河 四周有小河流 也有沼地水潭 有的水潭旁边 还有小一些的深水坑 鸡无看到有鱼 他将进水的位置用土和草混在一起 堵得严严实实 挖了另外一条到引出水坑里的水 用木棍子卡出了出口 大鱼都出不去 边饮水 边不断挖身引水水道 忙到日暮时 总算看到水坑里 慌忙逃窜的鱼儿 想逃 除非你们能跃出这水坑 他抓了一条大鱼 结一草绳 串入鱼塞里往回拎 用小刀将鱼处理干净 火一升木头架子一架 烤鱼起来 男人还是没醒 别是脑袋上的伤 给砸得半死不活了吧 他拿过那瓶药 又给他查一遍 但是他实在没有力气 再帮他将衣服穿回去 只好给他盖上衣服 再盖上草 免得他夜里冷 吃完烤鱼 几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咦 这要我自己压根没用上 他连忙召唤系统 系统 我这新人礼包里的东西 为什么全是用于一个无名路人 主人 我不知道 这是一本书里的世界 难道你们不应该知道一些书里的剧情 人物之类的吗 不知道 那任务呢 空间需要我做什么任务 你总该知道吧 这跟您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出任务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 那你还能知道什么 我知道空间他也不知道 你可真是个人才 多谢主人夸奖 我夸你妹啊 问啥啥不知 吃啥啥不剩的饭桶说的 就是你吧 打工系统的日子好难 虽然被嫌弃了 但系统还是好心地提醒到 主人 空间可通您的心意 他所奖励的任何东西 都是替您优选过的 觉得您最用得上的 这个礼包也是啊 您目前不是最想要救这个男人吗 因为他救了您的命 这个解释还算差强人意吧 将剩下的柴火堆到一起燃烧 一来可取暖 二来可防野兽 他坐到男人身边的草堆上 打算守夜 等男人醒了再说 可是他这一天下来也着实疲倦 不知不觉躺倒在男人的身边睡过去 冷 好冷 屈圆圆感觉自己在浑身的疼痛之中醒来 冷意从脚底蔓延 怎么也抵挡不住 他哆嗦着逐渐蜷缩身子 嗯 一旁突然伸出来一双手 紧紧地抱着他 温暖的身躯贴着他 乖呀 小甜甜 不冷不冷 家里的橘猫 又肥又怕冷 天一冷就碍窜他被窝里 占据他的怀抱 屈圆圆睁开眼睛 看到一旁的火堆 陌生的四周 还有 脸蛋小小的眉眼精致的仙女姐姐 她的世界里一向是黑暗和冰冷 她却又暖又软 屈圆圆飞唇轻勾声音极淡 透着骨森森的阴沉 不知道是身体里的哪一个那么窝囊 竟会受伤 没关系 等我睡醒了 就将弄伤我的人全都堵死 她抱紧了她闭上双眼 寂静的深夜 紧拥着深眠的人 一旁的柴火已将燃尽 火焰随风飘摇 长风里 斜来野兽的嘀吼 声声逼近 吼 沉沉的嘶吼声 震出了四周的回音 几乎感觉有些吵 手紧紧的一拢 小甜甜 别闹 吼 庞然大物拨开野草 露出了一个大脑袋 火焰应照 她幽暗的谋沉沉的锁定前方的猎物 呲牙咧嘴 却听了嘶吼声 悄然迈着优雅的步伐 逼近她的猎物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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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逼近 危险逼近 主人速醒 系统急忙叫喊 鸡吾被惊醒 嗯 她微睁开心松的睡眼 一抬头看到很大很大的 小甜甜 小甜甜 你怎么长这么大只了 小甜甜脚步一顿 朝着她张开大口 吼 我去 老虎 老虎 鸡吾浑身一个机灵跳了起来 呼叫系统救命 检测到空间有奖励 可使用流星拳两次 用用 吼 老虎前找微服 准备更好的发力铺鸡猎物 你别过来 鸡吾吓得抬起拳头 一位主人使用流星拳中 什么鬼 吼 老虎紧盯着她 尝试着伸出一只前肘 后驱发力中 鸡吾举着拳头 抡过去不是放下也不是 她紧盯着老虎 虎哥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我 吼 老虎猛扑上来 鸡吾咬牙出拳 砰砰砰 巨响三声 少说二百斤的老虎 被她一拳锤飞出去 接连撞断两棵大树 再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个机会 别让我打死你 她将画补拳 站起来一看 竟然砸出来一个大坑 这怕是该改名叫 武松打虎拳吧 她想过去看看 双腿却一软整个人 瘫坐在地 主人不必惊慌 使用流星拳之后 会瞬间耗空体力 你睡一觉 我就能帮你恢复 系统到 放心 流星拳一出 已经震走了四周的野物 暂时不会有危险 姬吾文言秒睡过去 不全是相信系统的话 而是一股疲惫感 突如其来 猛烈的不可抵挡 龙傲天迷迷糊糊间 感觉被人又抱又柔 还听了无数声的小甜甜 加上清晨的寒意 她醒了 黎明的光辉 四周清明 她发现自己躺在草堆上 浑身紧着一条小裤衩 那个小丫头在梦里 都不忘开心地笑着 小甜甜 嘿嘿 甜甜 龙傲天抬眼望天 浓眉微醋 清炭 她的真草 没了 香 很香 鸡屋被一阵阵扑鼻的香味勾醒 醒了 男人穿回那一身破烂染血的华服 有一种凌乱的美感 她转过头看他一眼 浓眉微扬神色平静 声音雌性又温柔 起来去洗把脸 过来吃东西 哦好 鸡屋连忙起来走过去水边洗漱 转过头 看到正一手烤山鸡 一手烤鱼的男人 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刚才的对话 怎么感觉哪不太对劲 有一种 男女主一早醒来 温柔体贴的对话 我疯了吧 她连忙拍拍脸 肯定是睡梦了 你的伤好些了吗 她简单洗漱完 走过去坐在她对面 好多了 你的药 她摇头 没有 全是一同掉下来的破烂马车里捡的 男人抬没看她一眼 又看向前方 那只老虎你打死的 呵呵 大哥你说笑了 她要是诚实说出 她如何打死老虎的 怕是要被当怪物了 我要能打死那么一只大老虎 走而还靠爬墙逃命吗 鸡屋干笑着往后指了指 我们来这儿时 她就在了 也不知道是被谁打的 挺惨 她盯着她 我的衣服是你脱的 大哥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救你给你疗伤的 没关系 她飞唇轻钩 你不用紧张 鸡屋文言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但这已成事实 鸡屋 什么事实 呃嘛 好好了 我们边吃边聊 她将烤山鸡 放入一旁 早备好的芭蕉叶里 这两片芭蕉叶 你去弄点水来 鸡屋连忙去弄水 烤鸡被它撕成一块块 金灿灿的流着油 两条巴掌大的鱼 也烤得两面焦黄喷香 是吧 鸡屋有点渴 横起芭蕉叶里的水 喝了一口 我叫龙傲天 噗 鸡屋一个没把住一口水喷出去 喷了她一脸 对 对不起 大哥 我就是 就是被你这名字嗅到了 龙傲天 还真有人叫这个名字 哈哈哈哈 龙傲天神色如常 瞧不出丝毫怒色 还从袖兜掏出一方 静蓝的手帕递给她 哦 鸡屋表示明白 接了手帕伸过去 给大哥擦拭脸上的水 龙傲天 看着凑近的精致漂亮小脸蛋 我是给你擦她你的嘴巴 鸡屋 啊 她猝一下眉 接过她手里的手帕 给她擦了擦沾水的嘴角和下巴 你如此笨拙 今后澄清了 可如何照顾我这个夫君 罢了 还是我来照顾你吧 鸡屋闻言 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你脑子坏掉了吧 她瞪大双眼惊声道 我 谁说我要跟你澄清 我 我们不说啊 她神色严肃了几分 桃花眸清眯 炼咽着危险的音质 这么说 你是不想负责了 鸡屋豪猛 负责 负责什么 你扒光了我 还抱着我柔来柔去一整夜 她看着她 嘴角勾扬 笑意越发毅力 你说呢 我 她拿起一旁的一块石头 捏在掌心 轻松地捏成了一把粉末 这赤果果的危险 大哥 其实这真是一个误会 我是一个医生 救世大夫 我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救你啊 年轻人 你得讲道理啊 她一笑 没有再说话 连危险都脸了几分 只是浅笑着看她 俊美迷人妖孽似的 却拿过插在一旁的茧子 两指轻轻一掰 掰弯 再一揉 跟揉纸似的 轻松揉成了一团 鸡屋下的一屁股 走到地上 大 大哥 我已经成亲了 你娘叫方淑敏 她轻叹 啊 我丈母娘的名字 真好听 鸡屋一惊 你知道丈母娘的意思 不对啊 说理明明 去他妈的 不按剧情出牌啊 她的意思是 她显然还没许清 才敢用这名头调戏她 我好好一个人 怎么就长了一张嘴 这就是嘴炮惹的货 她哭丧着小脸 大哥 对不起 我就是逗你玩的 我 我是一个小寡妇 寡妇好啊 特别是你这种青春 又可爱的小寡妇 她笑着凑近她 轻身逼近 笑容越发妖野 俊美绝伦不可方物 不怕反派坏 就怕反派帅 你放过我吧 强扭的瓜不甜 强扭的瓜是不甜 她伸出手 轻捏住她细润的下巴 但扭下来我开心 姬吾暗脆一句变态 你放开我 她挣扎着 却被她拿捏得牢牢的 她瞪着她 使出了杀手锏 其实我是皇帝的妃子 哦 她盯着她 嘴角擒着的笑意 却愈深 我没有骗你 我遇到你的时候 是从康王府墙上跳下去的 本来是想去参加百诗宴 你去查受邀的名单 我叫姬吾 真的是皇帝刚下旨 赵进宫的妃子 皇帝的妃子 她突然吃笑一声 明媚的笑容 一下子将那张脸 点缀得越发艳绝 别说轩缘西沉 就算是天皇老子 也别想跟我抢女人 直呼皇帝的名字 还直呼得很顺口 这祸到底是什么来路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她松开她的手 姬吾连忙后退过去 我对你没有感情 我不会跟你澄清的 也好 我不勉强你 她抬起手一挥手过去 她身后不远处的 一棵大树硬风而刀 碰 巨想生振的人心慌 要么死要么架 选一个 姬吾狠狠地吞了一口口水 甜甜的爱情轮了我 不对 轮到了我 雪 她做事抬起手 架 架架 乖 她眸底的音质散去 那张脸上眉尖迎着笑意 温润清雅 俊逸非凡 神态与方才简直判若两人 姬吾在心里内牛满面 她可以非常肯定 暴君之恋力 绝对没有龙傲天这好人物 这什么坑爹的说啊 男主是一个精神病就算了 出来个路人 还是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变态 龙傲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叫一声相公我就告诉你 他将鱼重新拿起来吃 另外一条递给他 姬吾犹豫一下 接过来狠狠咬一口 不说拉倒 你的称呼得改一下 他拿起一只烤鸡腿递给他 还是二选一吧 相公或者龙傲天 我选龙傲天 昨晚抱着我的时候 不是还口口声声喊我小甜甜 我的意思是 小甜甜或者甜甜 选一个 姬吾拿着鸡腿的手一将 小 小甜甜 他撑圆了美眸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我睡着的时候 喊你小甜甜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一只猫惹出的烂桃花 他轻点一下头 你还抱着我 其实 脚缠在我腰身 小甜甜 手放在我的胸口 小甜甜她是 你还揉我 姬吾一正 啊 刚问完 他就看到他低头 瞥了眼他的胸口 他脸一红 我 我 我睡着了 小甜甜其实是一只猫啊 他总算想明白了 龙傲天 我以为我是抱肘的猫 你懂吗 他揉的当然也是他的猫啊 谁家养猫不乱的吗 小甜甜 是猫 他浓眉一条 对对 他赶忙点头说道 我就是睡着的时候 把你当我家的猫猫了 误会一场 好说 龙傲天点头 这么好说话了 姬吾心里松了一口气 心说他也算误会他了 还以为他真的不讲武德 那就让你的猫改个名字吧 龙傲天抬眸看他 今日起 我才是你的小甜甜 姬吾无语 去他妈的误会 总该有个先来后到吧 他已经叫小甜甜了 几乎都被气笑了 大哥 你一个人 就不怕跟猫抢了名字 我下意识把你当猫了 他盯着他 平时 你怎么对你的猫 热啊 他见他没懂 说道 柔捏踹 行 那你回头踹一个给我看看 太不要脸了 就没见过跟猫争名字的人 算了 反正他的小甜甜 也没穿过来 罢了 你喜欢就随你吧 他抬头看着高耸入云的山崖 你的武功真的很高吗 可是好一会儿 都没听到他回答 他收回眸 见他只是沉默低头吃东西 他啃了一大口鸡腿看他 你怎么不说话 他抬眸看他 你跟人说话总是你你的吗 龙傲天 没叫对 鸡吾气得想拿鸡腿砸他脸 小甜甜 他冲他一笑 飞唇轻勾俊美名艳 娘子 鸡吾 龙傲天退一步 阿妩 鸡吾轻哼 勉强接受 龙傲天抬起手 没让他躲避 手指轻弹一下他的额头 用你的脑子想一下 如果不是我轻功卓绝 那你早没了 轻功 他看着他低难 奈飞 再能飞也不能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 又不是真的成神仙了 他说道 但是有借力点 就可以一路直下 他侧谋 看着自己身上的多处伤痕 这些都是为了贴靠山壁 想要找着利点无法避免的撞击 毕竟 他还带着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小丫头 哦 我想明白了 几乎瞪大双眼看着他 总算想通了 我就说 你带着我从那么高的地方 一路撞击下来 我没受多少伤不说 你自己也 原来他是用轻功一路下来的 他昨天太害怕了 一直死死地抱住他 紧闭双眼 虽然龙傲天无法避开刮伤 但是他有武功 便不会出现致命伤 机无低难 这么说来 你还真是我的恩人 并非真的因为他是女配 剧情需要他才没死 而是他用轻功带着他 否则就算有河流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在河里也能成一滩血肉 死得不能再死了 再说什么 机无看着他 既然你武功这么高 那么昨天有人追杀我们 你为什么不出手 特别是第一批人 很明显的没有第二批人凶猛 罗傲天拿起一大块 烤鸡肉咬一口 一脸散漫 语气也是懒懒淡淡的 因为我想看看 他们到底能不能杀了我 啊 想让人杀了你 机无道 你有病吧 他盯着他轻痴一声 活着有什么好 为什么不好 他有些猛 活着很好啊 这个世上肮脏黑暗又无趣 他勾唇 笑容阴郁 还不如死了好 机无看直了眼 没错了 这真是一个变态啊 这人肯定心里出问题了 龙 小甜甜 其实这个世上 是难免有肮脏黑暗和无趣 但是 机无心理纠结一下 大概是职业习惯 他无法放任病人置之不理 但是这个世上 仍然有干净光明和有趣的一面啊 他说完 发现他在盯着他 那双形状如桃花极美 极好看的眼眸 没有他威胁人时的阴沉 也没有他调戏他时的邪恶 而是很纯粹很认真 像在审视着 这个世上终于出现的至宝 是 他缓缓一笑 那张俊美的脸庞上 笑容都是那么迷人 他的眼神逐渐地荡开了 涟漪一般的柔和 所以我最后不是没死吗 哦 对你没死 机无想起来 你掉下山崖的时候 是想活着了 为什么 因为你 我 他惊讶地指了指自己 突然瞪大眸子 不是吧 你对我一见钟情 他突然大笑 机无翘脸一沉 行行行 不是就不是 你笑什么呀 他不要面子的嘛 他指了笑 但是看着他的目光 还是像方才那样 纯粹认真 他伸出手 骨节分明的 长纸十分漂亮 温润的指尖 轻落在他的脸颊上 嗓音雌性低柔 当然是因为 阿妩有趣啊 机无拍开了他的手 他丢了手里的鸡骨头 又拿起一根鸡翅膀咬一口 瞪他一眼 我信你个鬼 这个死妖孽 逗他玩呢 他一定只是轻功好 但是论武功 他打不过那些人 所以只能逃了 吃饱喝足 机无抬头一看 日头正午 我们什么时候走 走去哪 他回头看他 当然是回家呀 经此一遭 他觉得家里最安全 他倒可以借这次的失踪炸死 可是无论如何 都得先保住小命 流落在外迟早被干掉 走不了 龙奥天抬起手 抚摸着自己受伤的手臂 我浑身都是伤 你武功高啊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机无说道 他吃笑一下 我受了伤 一时半会 我们也回不到家 所以一旦我们离开 半路上遇到那些刺客 我救护不住你 机无瞪大双眼 还有刺客 我们都从那么高的山崖掉下来了 他们应该以为我们死定了 龙奥天轻哼 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那我们就留在这里 不是坐以待遍 龙奥天看着他 至少吃饱喝足睡好 养足体力 他们若来我自可应对 他点头 有道理 说的吃饱喝足睡好 他就抱着一堆草到一棵大树下 打算再睡个午觉 他才躺下 龙奥天也抱着那一堆草根过来 放在他的身边 往那一趟 你干嘛 他坐起来警惕地盯着他 龙奥天瞥他一眼 你忘了他们使用剑弩 我这是究竟保护你 姬吾想起马车上 从他身后穿刺过的剑 缓缓吞了一口口水 他又躺了回去 小心翼翼地瞅着他 但是他也安静地躺着 再也没有其他的动作 姬吾也不知道自己是心大呢 还是浩空的体力还没有补足 还真睡了一个憨甜的午觉 龙奥天没有在身边了 而是在不远处的河里洗澡 布着寸驴 光天化日的 他背过身去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 站到他的面前 奇长的身姿 典型的穿衣 显瘦脱衣有肉 皆是健美 令人脸红的体魄 没错 他紧着一条小裤衩 你变态啊 姬吾连忙转过身 捂住双眼 龙奥天低笑 我穿一条裤衩 就是变态 那你趁着我晕迷不行 将我扒得只剩下一条小裤衩 不是更变态 我 我那是为了给你疗伤 我也是 他将那瓶药递给他 劳烦鸡大夫给我上药 姬吾看着那瓶药 犹豫一下接过来 也不别扭了 转过身来 早说嘛 是 没你厚脸皮 他身上的伤处都查药了 药瓶也空了 这次上完 要别再乱碰水了 他眉眼微垂嘱咐到 他深邃的深眸紧紧地盯着他 好 听阿吴的 他轻哼 穿衣服 他将一旁的衣服拿来穿好 他看着他微微醋眉 瞧你的穿着 打扮非富极贵 怎么身边也没个护卫之类的 我外出不喜护卫 他轻哼 就因为你武功高强 他看他 嘴角上扬笑道 是啊 吹吧你 他想 他大概忘记 他们是怎么被人追杀的了 如果没有我的保护 你怕是不能活着回家 他神色认真 你怎么知道那些人是来杀我的 万一他们是来杀你的呢 没错 他分析到 第一批人是来杀你的 后来的第二批人 才是来杀我的 你怎么知道的 姬吴好奇道 他只是勾了勾嘴角 伸手轻柔一下他的头 没有告诉他 无论是追杀你的还是我的 最迟今晚 他们必定会再找来 姬吴好心累 没完没了了 龙傲天 你真的可以打得过那些人吗 他没有回答 你不会骗我吧 老实说 你是不是只会轻弓 至于捏石头什么的 只是戾气的 恐吓他来着 他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嘴角擒着淡笑地看他 小甜甜 他嘴角的弧度立马上扬 乖 跟变态相处好辛苦 你放心 魏夫一定会护好阿妩的 姑且不与变态较真 按照目前的形势来说 他还要靠他保命 坐了一会儿 他们就去觅食 为晚餐做准备 叫龙傲天就得不到回应 几次之后 鸡屋也放弃挣扎了 他就当叫猫了吧 小甜甜 过来 给你好吃的 他摘了一大堆污肚子 用芭蕉叶包过来 美滋滋地想分享给 正在烤野兔和烤鱼的男人 这个很甜的 他拿起一个放到嘴里 递给他一把 他笑着接过去 但是他拿起来 一个一个的投喂给他 甜你就多吃一点 他吃了 你放心 是没毒的 他拍胸脱保证 然而 他手里的那一小把 都投喂给他了 哦 原来你是不喜欢吃甜的 算是吧 鸡屋纳闷道 什么叫算是 一颗都不长 有这么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吃甜的 他盯着他身眸幽碎 但阿妩例外 啊 什么我例外 他青醋秀眉看着他 他抬起手 只副青毡上他嘴角的甜汁 干嘛 鸡屋连忙后退躲开 他身眸含笑 嗓音柔柔浅浅 阿妩也是甜的 但是我喜欢 你还单身吗 他看着他 单身的意思就是还没娶气 连通房丫鬟都没有的那种 龙傲天看他 我只有阿妩 鸡屋翻个白眼 你这么会撩 没道理 到现在还打光棍啊 他们都没有阿妩有趣 他非唇勾扬 对他笑得温柔浅犬 阿妩最好 鸡屋秀眉青醋 所幸他清心寡欲 可不能被撩动 跟变态谈恋爱 危险只数五颗星 龙傲天看他 这时候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他看他 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说 他迟笑 小娘子可真是心硬如铁 对你心动多危险 为何 他说道 你想一下 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 他还是很好奇龙傲天的身份 俊美无仇 锦衣华服 气度不凡 轻功高绝 这样的设定 过于出彩锋芒太甚 真的仅是一个路人 他眉眼染笑 那我让你了解 我你就会心动 积无但笑不语 他说道 我龙傲天 家住月城长红街 家中姐妹十几人 家大业大 不愁吃穿 你家是干什么的 什么都做一些 主要是为了赚钱 他回道 经商的 那你在家里主要负责什么 龙傲天笑道 管事的 哦 难怪他说他许久不出门了 想必家大业大 在家里管的是很多 没有空闲 时常出门溜达 过一会儿 他将烤好的鱼递给他 你先吃点鱼 那只野兔还要烤许久 鱼烤得香脆 可惜没有言 积无轻叹 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家 也不知能不能有命回家 积无实在不想 刚跟父母团聚 就又生死别离 在现实世界里 他是子欲养 亲不带 这样的遗憾 他本以为这次 他抬眸 对上他幽碎如海的深眸 摇头道 没有 眼眶都红了 还不承认 他手指指腹青刮过他的脸颊 有我在 你一定能活着回家 积无闻言盯着他 小甜甜 他挑眉 嗯 他清晰了吸鼻子 少女的声音软木 我挺像我爹娘的 所以 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让我活着回家 好 你也要活着 当然 他轻勾嘴角 笑容毅力又温柔 我还没和阿妩成亲 如何能死 真够 烤了半个多时辰 野兔两面焦黄香味扑鼻 积无吃过乌肚子 十两野小鲜 只吃了一条兔腿 等到他们吃完天色也暗了 将剩下的柴火 捡来扑开 等待着夜里一一的燃烧取暖 火堆正烧地望 突然一道急驰而来的弩剑 砰的一下 如跌落的陨石 将火堆弹开 柴火飞剑 风中休得一声声 惊得木下灵芝的飞鸟四散 龙傲天迅速地拾起几个木柴 往前一炮 分别横向散开 竟将那一波迎面袭来的剑弩都弹开 柴火 他将姬无推到一旁的大树后躲藏 抬手卸下他腰间的那只玉霄 将秘如雨下的剑弩一一弹开 动作快如幻影 帅啊 姬无心里又慌又激动 他知道那只玉霄一定非反品 一路跌落山崖也没打坏 他拿来弹开剑弩 必然也是知道不会损及他 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玉 几波剑弩过去 直到拿他们不下 十几个戴着鬼面面具的黑衣人 飞身围攻而上 只见龙傲天出手防御 人家有剑他却没有武器 姬无躲在树后 簇没关站 只见侧方还有十几个黑衣人 持剑飞来 侧边 他喊道 龙傲天迅速地往侧方出手 一掌灰飞偷袭的几个人 反手在一掌 灰飞另外一拨人 那些人被打飞跌落地上 有的吐血倒地不起 有的已经犹豫不再冒进 好 打得好啊 姬无这个唯一的拉拉队队员 不忘鼓励 小甜甜加油 打死他们 这是杀手 是你死我活的局 二选一 他当然选择坏人死 在龙傲天的四周 树然伏地而起十人 显然潜伏已久 出招快如闪电 招招凌厉 如翻山倒海而来 一时间龙傲天被围困 无法脱身 姬无蹙眉 抬眸的时候 看到在龙傲天斜侧方的方向 有人拿着剑弩仔细地瞄准他 开关一扯 剑弩出 小心 也不知是出自何心情 他已身一挡 是 剑弩刺入血肉 瞬间刺穿了背部的感觉 疼得他 想原地去世算了 阿妩 他瞬间就到他的身边 抱过他 好疼 姬无锦簇眉 猴间急涌上来一股心田 他昏了过去 他背上的弩剑染着的鲜血泛着案子 弩剑有毒 他迅速地抬起手 封他的经脉穴位 又多点了一道 这一道是风听觉 他缓缓蹲下身 将他轻轻地放到地上 伏地尔起的是十大剑术高手 天下高手榜数得上名号的 他们有恃无恐 自觉胜券在握 手里的剑一扬 杀意乍现 轩辕西沉 受死吧 乖 等我一会 他白皙得长 只是去他嘴角上的血迹 悠悠地抬起头 那张深邃俊美 不似凡尘俗子的脸庞 眼神冷得脆冰了般 嘴角上羊斜似一笑 那你们就都去死吧 他手里的玉霄 在指尖旋转一圈 那张淡粉色的性感 飞唇凑近 众人不知所然 都快死了还吹消 朱姓嘛 面面相去之后 为首者一回首 杀 刹那间 萧生起 掩耳不可及 悠悠如名绵绵如理 悦耳动听 却如痴妹王两瞬间射住人的心魂 他们的动作一致地顿了一下 可是就这一下萧生皱转下 刺耳尖锐 狂烈如破壁之疾风 推山田海之大事 滚滚来 噗 有人喷出一大口鲜血 其他相对内功高一些的人 耳鼻眼也缓缓沁出血 破膜 是破膜 有人惊恐道 快 快走 他们瞪大双眼 如今只想保命 然而他们退一步 萧生更灵力一分 他们一个也走不掉 噗 从蹊跷流血到口中大吐血 倒地身亡 怎 怎会是你 为首的黑衣人硬撑着 眼睛瞪大如灵 不可思议地看着男人 几年前江湖上 曾起过一次动荡 一经面具青衣少年 一曲夺命名动江湖 江湖上称词 取破膜 黑衣人双膝重重跪下 死不明目 玉霄收起 挂在腰间 他弯下腰将他抱起 一步步地往前走 经过那些尸体 脚下仍是沾了血 晚风吹来 腰间的玉霄轻晃了一下 轩辕西沉的玉霄 只吹走风月 龙傲天的玉霄 可是人夺命 六年前 一曲破膜 震慑江湖 破膜一出无人能敌 却指伤人 从未真的取人性命 他垂眸看着怀里的小姑娘 夜幕出垂 无人见他脚下生风 一息行一礼 雾震 新乐客栈的店小二 匆匆出门 又匆匆回来 将买回来的东西送上楼 客观您要的东西 店小二将东西递上 连同买完东西剩余的 一块小元宝和几两碎银 不全是他老实憨厚 而是这位公子来的时候 衣裳染着 抱着衣中间的小姑娘 一看就是刀口上填写的江湖人 惹不起 龙傲天接过东西 但是没拿银子 碎银赏你的 店小二意料之中 却也欢喜道 谢谢公子 谢谢 剩下五十两你拿着 两柱相后 你再来敲门 还有事虚拟跑一趟 店小二爽快应道 好嘞 您有事尽管吩咐小的 龙傲天将门关上 男女几套衣物 只学要纱布剪子 和一套医用银针 他坐在椅子上 转过头 瞥了床上的小丫头一眼 提笔沾墨 直上流言一行 以茶杯压着 他回到床边躺下 深邃的黑眸 静悠悠地变得棕红 过了会儿 再慢慢地恢复 原来的铜色 呵呵 他嘴角的弧度上扬 笑容似天真 双眼却亲密 血腥味 他起身 清澈地如孩童般眼眸 看向躺在身边的人儿肾上 仙女姐姐 你受伤了 他整张脸阴郁下来 他转过头 看到桌上的纸 走过去拿起来一看 熟悉的自己 他因我而伤 望旧之龙傲天 原来是你 真窝囊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好 他冷哼 下巴轻痒 巨傲不可一世 我早就说过了 看不顺眼地 对自己敌意的人 就统统灭掉 龙傲天这家伙 却总喜欢留着那些人 陪他游戏人间 他走去床边 将他的衣裳解开 从拔剑清理伤口 到行针逼毒 他眉头眉皱一下 也没让他皱一下眉 毒衣屈远远 左手可因黑白无常 右手一颗挡眼望 天下没有他毒不死的人 亦没有他就不活的人 虽止你因上学 痛感全无 这毒却也有损身体 他回到桌前坐下拿过纸 压着几张 指的是那只玉霄 玉霄沾着血 杀过人 龙傲天曾言 不杀人的血可血 杀人的血不可谢 屈远远醋眉 转头瞥了床上的人一眼 不喜沾染鲜血的他 终是为他破了戒 可惜了 如今我屈远远救了他 以后他就是我的了 他提笔写下一个药方 时间一到 店小二过来敲门 门打开 屈远远问道 有事 公子 是您让我两炷香之后过来的呀 店小二心里有些纳闷 怎么感觉 这位公子像变了一个人 刚才是沉冷的青年 如今一看 四节傲的少年 就连生意 也好似不太一样 可是明明就是同一人啊 就连身上破烂燃血的衣裳 都还穿着 屈远远看了看店小二 又转头看一眼 放在桌上的药方 不愧是龙傲天 连这都想到了 你等一下 他走去拿着那张药方 过来递给店小二 去药堂 按这个药方抓药 他抬起手摸了摸身上 公子 您 您给过钱了 还剩余五十两 店小二犹豫一下 还是提醒到 屈远远怒瞪他一眼 那你还愣着 等我请你吃夜宵啊 小的这就去 店小二连忙转身离开 让人打热水上来 我要沐浴 好嘞您 腾起白屋的热水 朦胧了男人矫健的身影 沐浴之后 他一袭月牙白的衣裳 轻雅脱俗 少年意气张扬 店小二按着吩咐 拿着一铁药去煎 期间长达一个时辰 屈远远不作息 却是躺在他的身边 一直看着他 他的肌肤细嫩白皙 身材鲜浓有度 鹅蛋脸五官精致 小嘴却肉肉的 看起来口感就很好 最后得出结论 可称得上名艳动人 但这肯定不是 龙奥天喜欢他的原因 他伸出手 拉过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腰上 那一晚 他就是这样紧紧地抱着他 很暖也很柔软 现在他昏迷之中 身子也虚弱 手绵软无力 无法给他那一夜的感觉 他拉过被子给他带好 我救了你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只能那么抱我 公子 要捡好了 殿小二将要端进来 屈远远等要凉的 差不多了端过来 用小汤勺一点点的喂给他 他迷迷糊糊之间 张开嘴喝下去 但是很快的醋眉 喝药 不然就得死掉 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近在耳畔 几乎是被苦醒的 而发疼的伤口 减轻了疼痛 感觉麻麻的 没有太大感觉了 他脑袋有些迷糊 眼前的龙傲天 一袭白衣 轻俊地让人眼神迷离 不是真的 还有一些 喝完 他动作不慎熟练地 给他喂药 偶尔一勺子 还搓他下巴上 那时他却笑着 喜上眉梢 如此张扬 略带着一些尴尬 纯真的像一个大孩子 我没给人喂过药 手伸得很 我给你擦擦 他拿过手帕给他擦拭 小天天 他抬眸 对上龙傲天的眼神 可是迷糊更甚 为什么总觉得 龙傲天变了 说不上来的感觉 就像是沉稳又冷沉的男人 变得有些活泼纯真 就连看着他笑的模样 眼神都是透彻的 小天天 屈远远浓眉青醋一下 随即点点头 嗯哼 那夜醒来时 他抱着他 喊的就是小天天 他对龙傲天 可真好啊 我还活着 有我在 阎王也不敢让你死 他语气认真张狂的自如 这要起笑很快 你好好睡一觉 几乎觉得眼皮很沉很沉 小天天 你说到做到了 谢谢 你真好 他没有抗拒困意 闭上眼睛睡去 屈远远嘴角的笑意 一将生气的轻横 不是 是我救的你 深夜困意席卷 可是屈远远硬撑着不睡 他要等他醒来 这一次 他要告诉他他的名字 一旦睡过去 龙傲天那个阴险的家伙 就又要把他关小黑屋里了 撑住 不能睡 不能 啪 响亮的一个耳光 男人跪着纹丝不动 嘴角浸出了血 逐灯应照 蓝衣少女收回手 一脸不满的冷哼 你们竟然连个小丫头都杀不死 废物 男人微低下头 他的身边跟着一个俊美高大的男人 似乎 会武功 我们每次的见他都能灵巧地避开 男人 几乎这个小贱人都已经被风飞了 还敢勾搭野男人 猪梅梅看着男人质问道 所以呢 你们就不敢杀他了吗 我们一路追到街上的时候 他们上了马车 我们发现 还有另外一拨人也在追杀他们 猪梅梅一愣 另外一拨人 男人说道 是的 后来他们被那批人逼的 连人带马车地滚下了山崖 那就去找 猪梅梅眯起眼睛 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小姐 那是三万尺 男人说道 三万尺 猪梅梅烟唇轻勾 眉眼的阴沉静散 笑着坐下 掉下三万尺神仙也难活 不管那批人为什么追杀他们 反正他们已经替您清除了姬梅 男人抬眸抱拳说道 除去姬梅 皇后的宝座 迟早就是小姐您的 好 猪梅梅嘴角的笑意加深 你先退下吧 明日临上 多谢小姐 男人离开之后 很快就又有人来敲门 小姐 姬月小姐来了 好 让她进来 房门打开 一个穿着粉色衣裙 长相清秀 小家碧玉的少女走进去 月儿来了 过来 猪梅梅朝着姬月招招手 待她贴近 自己赴耳言语几句 可是表姐 猪梅梅抬起手制止了她的话 转眸笑着看她 你不想要荣华富贵吗 姬月吞了吞口水 没有再说话 猪梅梅轻哼 二舅曾是新科状元 为何你们二房 还要一直被大舅这一房压得透不过气 姬月垂眸不语 说到底还是你们无能 姬月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但是 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啊 猪梅梅站起来 轻拍着姬月的肩膀 月儿 你给我亲后线 该告诉你的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陛下要的只是姬家女子 而非定一定要姬无 你 可以取而代之 姬月终于抬眸看着猪梅梅 真 真的吗 我可以进宫当妃子 世人都说陛下残暴无情 可是三年前 他有幸一睹圣言 一见倾心思之若狂 哪怕陛下是魔鬼 他也甘愿相伴 我替你杀鸡无握 让他回不了姬家 你去拿我说的东西 猪梅梅说道 姬月轻声地问道 大伯手里真的拿着 对姑父不利的东西吗 是 他想害死我爹 猪梅梅看着他笑着说道 月儿 我身为丞相嫡女 日后定然要进宫当皇后的 你听我的 以后在宫里 我自然会护诊 多谢表姐的照福 姬月犹豫一下就点点头 我答应表姐 猪梅梅冲他缓缓一笑 还是月儿好 一日下午 姬梅梅方才醒来 他仍穿着那件染了血的衣裳 却是胸襟大露 剑伤在肩甲下方一些 一摸伤口 竟不是很疼了 醒了 男人雌性地嗓音 姬梅梅连忙捂住胸口 抬眸看他 你 穿着一身轻衣的龙傲天 他突然想起 自己梦里见到的 穿着白衣的龙傲天 瞧着少了些压迫人的阴沉 多了一些天真可爱 好多了吧 龙傲天拿过一套女装 放到一旁的桌上 你给我找的大夫 姬梅梅看着染血的衣裳 还有我的衣服 你将来是我的娘子 你的身子 怎能由他人看了去 他凑近 飞唇轻钩 呼出的气息微热 还斜着淡淡的草木香 但是我也不能脱光了你 毕竟我们还没成亲 你醒来会生气 姬梅梅红了红脸 没想到 你还是个证人君子 我不是证人君子 在山里的时候 你能反抗吗 他伸出手 轻捏他的下巴 阿妩 我们谈的是 亲亲我我的爱情 没有感情的翻云覆雨 就没有灵魂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是个二百五 他挑眉 何谓二百五 姬梅 一瞬可二百五十步 夸你轻功好呢 龙傲天想了想 他一息可行义礼 一瞬可几百步 他说的没错 他点头 确实二百五 呵呵呵 姬梅笑了 这一下子 他不知道了吧 傻笑什么 一下他的鼻尖转身出去 我去让人给你烧水 你先沐浴 姬梅梅笑着道 谢谢二百五小甜甜 任务进度刷新中 系统的声音响起 姬梅闭上双眼凝神 进入空间 空间里有一个大桌面 就跟一个平面电脑一样 夜经的 点开 可进入商城 也可进入查看任务等等 一道呆满血的进度条 一看什么都没有 仅显示着任务进度零点三 系统 这是什么 没显示是什么任务 这个 主人 每个异世界者的任务都不一样 不一样 也好歹把任务告诉我呀 姬吴被气得胸口疼 我怎么就完成任务的零点三了 我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 怎么完成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这什么热了天的神秘任务 主人 其实 这可能是剧情进度 系统说道 主人 您现在正在经历过某种剧情 您看看 旁边那个绿色的小灯泡 经过系统的提示 姬吴看到任务界面的右上角 确实有一个绿色小灯泡 它移动着手指 只向那个小灯泡 内容立马弹出来 朱眉眉刺杀姬吴的剧情已结束 果然是她 姬吴促眉 她阅览过后那个内容还在 但是小灯泡已经变成灰色 大概是表示已阅览过 你说这空间是来帮我的 可是我怎么觉得 她也没帮到我多少呢 姬吴轻抚下巴说道 比如朱眉眉这个剧情 难道她不应该提前提示我吗 有的能提前有的不能 系统说道 主人 您已经穿书 所有的剧情都可能不是原文里所写的 很可能受到您的出现 以及您的不同绝地而改变 姬吴沉思一下 比如 系统说道 比如在原文里没有提及 但是作者的构思里存在的剧情是 姬吴接到圣旨之后 就闹自杀 差点死掉 还接着跳河 闹得人所皆知 朱眉眉也知道 所以朱眉眉觉得或许 姬吴不会进攻 因此 原文里刺杀才会延后几天 但是我穿书来了 我没有接着闹 所以朱眉眉决心要杀我 就安排在百事宴上埋伏 然而后来 系统回到 没错 你不是你不了解剧情吗 姬吴冷笑 系统 你敢对我撒谎 不是的主人 这些剧情已经是您经历过了 我这边就能查到对照组 既然还有对照组 系统说道 总之空间和系统都会替主人服 比如我目前知道的是 只要主人的任务进展到一定的进步 就可以奖励解锁一些重要剧情 姬吴挑眉 重要剧情 我看过书知道很多剧情 他觉得自己不太需要这个吧 系统却说道 不 这些剧情是原文里根本没有提及 但是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还是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是一本书 但是世界构架已经存在 原文里作者没有写到每个人的剧情 但是只要有人就有他们各自的剧情 姬吴沉默了一下试探道 比如 姬吴一家人的剧情 系统回到 试的主人 任务进展到一定的阶段 您可以解锁比如 姬吴一家人的下场 姬吴文言心下一惊 卧槽 什么叫下场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别下人 系统也很直接很无情地回到 不好的结局变成下场 这么说书里 不止白月光惨死 就连她的家人 主人 空间可以解锁您不知道的剧情 让您提前防患于未然 这也是您的金手指了 系统想要说的是 这个空间还是很有用 不要嫌弃 可是姬吴仍是嫌弃 有这能耐怎么不直接告诉我 我们不提倡不劳而获 姬吴促眉 系统安慰她 主人 您就知足吧 上一个空间主人 是一个中西医的天才 他穿来之后 起初都还不知道自己穿书了 他需要就一人自己方可活命一天 人家连活着都艰难 最终人家不仅长命百岁 还是名震天下的神医 佩服佩服 系统说道 您上次领的新人礼包里的药 就是那个神医研制出来的 还能这样 那你们这是使用了 空间主人的劳动成果呀 他自愿的 系统说道 能穿书者皆是姻缘 云神医希望能够帮到这样的姻缘忌讳者 积无赞叹道 这神医伟人啊 他退出去时龙傲天正好走进来 之后殿小二送热水上来 他沐浴 龙傲天说 他正好出去逛逛 你出去 万一再招来那些追杀你的人呢 杀他的暂时是结束了 不会 他回眸冲他一笑 煤烧染着血泥 轻描淡血地道 都死绝了 大侠 您慢走 龙傲天离开兴乐客栈 挤到身影随行 轻宫都是一流的 很快的他们来到郊外 那几个人跪下龙傲天的面前 属下护驾来迟 让陛下受伤 罪该万死 龙傲天背手力 盯着他们的眼神里 都是嫌弃和不耐烦 薛元西辰才喜欢带着影卫 这八个护卫是大内隐藏的高手 因为他们神秘的身份 不出现在天下高手榜上 但是至少是排进了前二十的身手 在康王府 薛元西辰突然遭到 骤然跌下墙的小丫头一撞 龙傲天出现了 他不喜欢这些影卫跟着 所以趁着那些人追杀 他故意带着小丫头绕来绕去 就是想将那些影卫一并甩掉 可是一直到街市上藏匿的那一段 才总算甩掉了这些影卫 如今他们又找来了 真烦人啊 龙傲天冷笑 知道该死就别再出现 这影卫说道 如今月城中出现不少藏匿的高手 陛下一人在外 属下不放心 我再说一次 别来打扰我 龙傲天盯着他们 好看的飞唇轻钩 却冷冷吐出一个字 滚 可是陛下 影卫 影左连忙拉住影卫 抬眸看着主子 主子今日穿着 轻衣 轻衣的陛下最危险 作为皇帝的生死心腹 左影很早之前就听陛下说过 除了看到穿着淡金色衣裳上的他 可以一切如常 其他的都要注意 简而言之 看到白衣的陛下 能躲就躲 千万别凑上去 否则很可能就得没命 看到黑衣的陛下 能不拦就不拦 反正拦了也拦不住 因为不是对手 看到紫衣的陛下就比较好办 实在不行 乔云强行带走 至于轻衣的陛下 邪命深沉琢磨不透 千万不要违抗他 属下告退 芦味鸡酱排骨 红烧肉 炭卤烤鸭 清炒卤尾尖 这八道菜 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二味慢用 鸡无恶极了 他拿起筷子就吃 尝了一个鸡腿 发现香味肆意满嘴流香 哇真好吃 他刚吃完一个鸡腿 龙奥天就加一个 烤得又红又脆的烤鸭腿 嗯 他吃的小嘴 都染着一层油腻 性谋微抬看着他 小甜甜 你不吃吗 阿妩多吃点 龙奥天给他加菜 那张俊美冠绝人士的脸庞上 笑意轻柔 我喜欢看着你吃 是 鸡无冷亨 毛病 头喂他的他也没有拒绝 八道菜 但是分量都不大 他一个人横扫了一大半 一旁的美男 还是一手脱腮浅笑着看他 我跟你说 嗯 你再不动筷子我就吃完了 好啊 不够可以再点 阿妩流了血 当然要多补一补 他说着贱眉微醋 满脸心疼的模样 鸡无心说矫情 他当事人都没觉得自己多惨 你提醒我了 我总觉得我流的血 其实也不是很多 还没有他五天大姨妈的量多 那么深的剑弩伤口呢 已经很多了 龙傲天伸出手轻腹上 他柔顺如断的长发 阿妩对不起 啊 鸡无小嘴里正叼着一块肉 眨眨眨眨 为什么突然说对不起 他的手往前 在他细嫩的小脸蛋上轻蹭着 是我没有保护好阿妩 鸡无抿了抿肉嘟嘟的风润小嘴 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我没怪你啊 你说的是让我活着回家 我现在还活着 你做到了 不 是我的疏忽 龙傲天摇头 眼神阴郁一下 但是很快清明 神色严谨地道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再让阿妩受伤 鸡无被他这副一本 正经承诺的模样 弄得有些不知所然 你 你也没欠我的 我不怪你 小傻瓜 他轻捏一下他的脸蛋 夫君保护娘子 天经地义 如果照顾得不好 就有世人夫的职责 不占他便宜不行 他神色脸了脸 压低声音认真地问道 我是皇帝 以赐封择日进攻的妃子 你不怕被砍脑袋啊 龙傲天收回手 目光浅犬情深 为了阿妩 我谁也不怕 我信你我就是个煞笔 吃肉吧 他直接用手抓起一块烤鸭 塞到他的嘴里 我们还是活着回到月城再说吧 龙傲天乖乖地吃肉 还顺便损了一下他的手指 你 鸡无连忙收回手 瞪他一眼 你脏死了 龙傲天眸子亲密一脸享受 阿妩喂的肉最好吃 吃的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鸡无拿起一双筷子丢给他 快吃 结账完之后 鸡无就兴致匆匆地道 我们先去买一架马车吧 买马车作甚 鸡无看着他 当然是回月城啊 没钱了 龙傲天语气不紧不慢 接着轻咳了两声 而且昨晚我跟人打斗 中文内伤 你自己也有伤在身 且住在这里养伤一阵子吧 你扯呢吧 鸡无被气笑了 指着他装模作样 捂着胸口装柔弱的样子 刚才你可好好的 阿妩 那是我刚才不想让你担心 昨晚那么多高手 你也见到了 若非我拼了命 我们逃得掉吗 虽然我武功高强 但是敌人为数众多 我寡不敌众 受了严重的内伤 他这一刻 还可出了一小口血 鸡无看着吓一跳 你 你真的受了内伤 咳咳咳 行行行 你小心着点 鸡无伸出手扶在他的肩头 簇着绣眉 你要不要 回房休息一下 也好 不对啊 回到房间 鸡无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挂 看着龙傲天 你刚才说没钱买马车了 可是你又说我们要留在这里养伤 你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住客栈每天房钱和饭钱可不少 之前就知道要养伤 所以 我已经付了几日的房钱和饭钱 龙傲天说道 不信的话 你去问客栈掌柜的 鸡无看了看房间 可是 就一个房间 龙傲天抬眸看着他 立马说道 阿妩睡床 我打地铺就行 哦 鸡无走向床边坐下 再抬头看向他 那你的伤怎么办 不用喝药吗 我内宫自行调息 龙傲天坐到椅子上 剩下的一些钱 昨晚 只够给你买积铁药了 哦 鸡无醒来时 殿小二确实就去右间药端来 他看他一眼 小嘴动了动 你 你人其实挺好的 除了心理有点问题 但是没关系 心理问题 boy他可以 看到他屡次救他的份上 若回到月城 他能成功炸死逃离皇帝 往后有机会 他一定免费帮他把病治好 在客栈住上两天 鸡无也将积铁药喝完 他发现自己恢复得很快 走路行动 不是特别大的动作 都已经不会扯腾伤口 他不由地赞道 这大夫开的要还真挺好的 龙傲天表面看不出什么不同 每天坐在客栈里 拉着他一同喝着茶 偶尔还去集市上逛逛 这个鸡无喜欢 古代的街道 他穿梳来之后 除了上次的逃亡 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 好好逛逛 小甜甜 我们还在待在这里多久 鸡无抬眸 看着脸色红润 俊美动人的男人 压根瞧不出来 他难一点像受了内伤 再过几日 他看他 阿妩可是觉得无聊了 是有点 其实他不想家人担心 这样吧 明日开始我教你轻功 以后你遇到麻烦 打不过就跑 鸡无看着他 学轻功 难道你的武功 可以随便传给外人吗 阿妩是内人 夫君传授 乃是家传武学 龙傲天伸出手 轻抚他的头 由我亲自传授 必定让你很快 也成为一个二百五 鸡无脸一黑 骂了隔壁 我不学 鸡无丑剧二百五 也好 不学就不学 各门武学都需从小习起 否则异常坚信 龙傲天也不勉强 笑着说道 阿妩不必吃这苦 以后我护着你便是 对于他的迷之自信和执着 鸡无已经习惯了 哄个心理偏执boy他也有办法 他一笑 嗯 谢谢小天天 果然 龙傲天十分高兴 再逛了逛 鸡无就哄得他同意 回去客栈之后 跟客栈掌柜的距离力争 让客栈给退一些房钱饭钱 他们要提前离开 一日一早 客栈退给他们十五辆 鸡无问道 此地距离岳城多远 这本书里设定的这个国家 叫兰岳国 首都就叫岳城 龙傲天说道 此阵介于岳城和岩城之中 应有三百多里 那就是一百多公里 他说道 怎会这么远 龙傲天说道 那一日马车从上午跑到日暮 几个时辰 我带着你从山里出来 距离最近的就是此处 但是这里距离岳城 又更远了几十里 也是 从山里走出来 就已经挺远了 鸡无抬眸看着他 十五辆购买一架马车吗 他毕竟对这里的物价不了解 最次的马匹和车架 都要三十辆 那只买一匹马呢 二十辆起 那没辙了 我们不行多久能回岳城 龙傲天嘴角擒着笑 我伤好之后就好说 半日内可到 他所指自然是用轻功 但是身上有伤 自然无法施展长时间的轻功 鸡无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高手 那我呢 一日可行几十里吧 他说道 鸡无心说 也差不多如此 毕竟他也有伤在身 就算日行五十里 我们六七日 就可以到岳城了 龙傲天点头 是差不多 六七日 我们不住客栈 十五辆非常够我们俩吃饭了 鸡无当机立断 你去找掌柜的 让他们给我们一张草席 和一床被子 我们露宿用 就算露宿街头 他也要赶紧回家 龙傲天飞唇清沟 我家阿妩 真会过日子 那是 鸡无扬了扬细润的下巴 非常不谦虚地收下他的赞美 他催促道 别愣着 快去说啊 心情极好的龙傲天 二话不说 乖乖地去找掌柜的 那些草席和被子也救了 不止几个钱 就当送你们了 鸡无在楼上的走廊往下看 听到掌柜的这么说 他回房间收拾收拾 草席一卷 被子一卷 龙傲天背着 他和龙傲天两套的衣物 收拾到一个包袱里 龙傲天提着 他跟掌柜的讨价还价 低价买的凉水壶 一些干粮的 龙傲天拿着 钱他带着 他昨天在街上 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小荷包 正好放钱 小甜甜 快 快走 几乎想到要踏上回家的路了就开心 来了 龙傲天大包小包的背着提着 跟上他 客栈掌柜的看着他们俩走远了 才一起叹了一口气 这什么奇怪的夫妇啊 可不是 那公子明明有钱 为什么要骗他夫人说没钱呢 还让我们从这里退钱 配合他做戏 店小二摇摇头 要不是看在赏钱挺多的份上 他们才不当这个戏子呢 掌柜的微微歪着脑袋沉默了一下道 他八尺男儿阳刚俊美 他家夫人怎么喊他小甜甜 再怎么样 也该是夫君喊娘子小甜甜吧 店小二也猝没道 掌柜的 我还是最好奇 他为何要骗他夫人 或许是与夫人感情不够好 他想多在路上培养感情 那就是了 店小二一脸谎恶 他对他那小夫人悉心照顾体贴周到 但他夫人对他并不怎亲密 掌柜的 还是您聪明啊 顺势拍拍老板的马屁 掌柜的一笑 拿出一两银子给他 那公子赏的 店小二满脸笑意的结果 谢谢掌柜的 糟老头坏得很 人家赏十两你才给我一两 日邪西山 瑕色蕴染天际 水天一色 像一幅泼墨出的油画 不远处的人家吹烟鸟鸟 恰是农家做晚饭时 两个人走进村口 只见一个穿着一袭蓝衣的男子 手里提着两只鸡 急匆匆地跑过来 鸡吾和龙傲天要让开路 经过的男子 却突然将手里的两只鸡 塞到了鸡吾的手里 给你 他的动作 说不出来的感觉 非常快 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这 鸡吾回过神时 自己手里 已经拎着那两只鸡 喂 这 蓝衣男子却已经跑了 鸡吾好猛 抬眸看向龙傲天 这怎么回事 这时候 前面十几个拎着铲子 铁把的村民气势汹汹地追过来 站住 抓住他们 他们 鸡吾愣了下 说我们哪 快跑龙傲天迅速拉过他 哦 哦 他下意识拔腿跟着跑 龙傲天会轻功 但是他根本不会 又走了一天路 手里还提着两只鸡 简直是使劲吃奶的力气狂奔 这算什么事 也没招谁惹谁啊 黄昏应照 他们二人狂奔 鸡吾手里的那两只大公鸡 挥扑着翅膀 还一边咯咯咯叫着 这时候 后面的人喊道 站住 偷鸡贼 站住 偷鸡贼 鸡吾低头 看着自己手里拎着的两只大公鸡 感情这就是罪恶的根源 龙傲天说道 这是他们的鸡 那个蓝衣公子偷了人家的鸡 鸡吾看着自己拎着的鸡有些羞耻 刚才心里一慌 都忘了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突然冒出来那么一群人 拎着锄头靶子追来 怪吓人的 他们一停下来 那些村民就追到面前 将他们围了起来 老乡们冷静 冷静 鸡吾只差没将公鸡 举到头顶做头像状了 误会 误会一场 谁跟你是老乡 一个长得有黑的高瘦老汉说道 年轻人 瞧你们穿着人母狗样的 竟然干那偷鸡摸狗的事情 不是 真的是误会 鸡吾说道 刚才那个蓝衣男人 我们不认识 他突然就 把鸡塞给我了 那你为什么拎起鸡就跑 村民问道 鸡吾很无语 看到你们来势汹汹地追上来啊 你不心虚你跑什么 就是 你们一定是一伙的 你说的有点道理 鸡吾差点自己都信了 又连忙摇头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真不是跟那个人一伙 一群刁民 阿吾别怕 龙奥天挡在他的面前说道 我打得过他们 别啊 这些都是无辜的村民 鸡吾也怕这封批 小甜甜发飙 他将那两只鸡 往那个领头的妇人移地 大妈 我们不认识那偷鸡贼 此事与我们无关 鸡 鸡也还你们 到此为止 咱们可回个家 大妈没有接鸡 他举起手里 一根烧了一半的木柴 还鸡就完了吗 你们偷鸡摸狗 生死不论 我就不信你这小题子 还打不老实了 说着大妈 就气势汹汹地 撸起他的袖子 住手 大胆刁民 龙奥天一个剑步 挡在鸡吾身前 你伤他一个毫毛 我要你们全村陪葬 陪 陪葬 大妈被这气势 吓得瞪大了双眼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果然无论哪个时代 拳头硬还是管用的 大妈赶紧改口 撞着胆子继续说道 二 二是赔钱 两只鸡一共十两银子 鸡吾一听不干了 十两银子 你这鸡是金子做的吗 一只鸡最多二百文 就十两银子 我家这两只鸡 从小当儿子养的 人吃什么他们吃什么 我儿子被你们偷走 要十两银子不过分吧 大妈胆战心惊地据理力争 鸡吾没说话 她在心中私存着权衡利弊 让龙奥天出手就有点过了 罪不至死 但我还是想给他们个教训 哼哼 既如此 便让你们见识下 来自现代的心理学吧 第一步 制造空白点 鸡吾走到大妈的面前问道 你今天晚饭吃的什么 啊 这没头没脑的问题 让大妈顿时不知所措 晚饭 怎么突然问这个 算了 这不重要 我已经借由刚才的声音 将你催眠了 现在你们所有人的思想 都被我所控制 说吧 鸡吾俏皮的一个转身故作玄虚 大妈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我就是想 不是 想要点补偿费 这小蹄子突然失心疯了 很好 接下来就是埋下暗事 鸡吾立刻靠近大妈 脸上带着圣人的阴森森的表情 说道 不信是吗 你现在双手交握在一起 再把左右食指伸出来 让他们分开 大妈竟不知不觉的 跟着她的指令动了起来 现在看着我的眼睛 你现在已经被我催眠了 两根手指会互相靠拢 哎哎哎 真病起来了 村民们文言都聚在一起 气嘴巴舌的 还真病起来了 人家今天刚来 上奶找托去 再说胡大妈 刚才还要讹人家钱呢 乖乖 还真被控制了 神女啊 鸡吾双手插腰语气不善道 现在放我们离开 不然 我马上控制你们鸡体裸奔 鸡就作为供品了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 小鸡免灾 一群村民被唬得一愣的一愣的 下得赶紧匍匐在地上 神女娘娘饶了我们吧 鸡 鸡是咱上供神女娘娘的 神女娘娘不要怪罪 鸡吾小鸡谋得逞 眉开眼笑起来 得死的揽上龙傲天的肩膀催促道 小甜甜 拿上鸡 咱们走 好 我的神女娘娘 鸡吾文言小脸淡一红 你跟着他们瞎喊什么 太羞耻了